两年前前总统陈旭扁出发友邦首度出动空军一号执行出访任务 还有另一个民航机同行 拼外交出动两架飞机这么大费周章到底为什么 根据中天新闻独家掌握的讯息 在空军一号出发前一刻 当时的总统府市委长何雍坚 曾经致电给松山指挥部的指挥官吴冰球 告知还有34箱行李还没登机 有人询问府方里头装的是什么 前外交部长黄志芳回答是外交礼品 事实上外交礼品早就上飞机了 这34箱行李到底装了什么 真的是立委爆料要运往海外的钱吗 所谓的空穴不来风啊 倒真的有几分的道理 很多的传言最后证明都是真的 所以我宁愿相信这件事情的真实性是很高的 当时松指部指挥官就是扁家军吴冰球 空军一号就归一他冠 也就是陈水扁守卫空军一号驾驶 三年前晋升受将但没有经历过松指部任何职务 就当上松指部指挥官 引起不小的争议 陈水扁先任前三个月 吴冰球未达退伍年龄 却急着办理提前退伍 是不是和班前有关 更起源移动